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我是魏玲 政法陸府落馬後被查的有一位政法府 劉彥平曾長期在公安系統工作 2011年8月 孟建柱任公安部長時 劉彥平任公安部部長助理 黨委委員、警衛局局長、武警少將警陷 在2012年至2017年 孟建柱任中共政治局委員期間 劉彥平升任公安部副部長 調任國家安全部紀委書記 劉彥平任國家全部紀委書記時 做最重要的事是奉命和中共的洪通要犯 流亡美國的億萬富豪郭文貴 保持密切溝通 並先後在倫敦、紐約和郭文貴舉行談判 根據《華爾街日報》2017年10月23日報道 2017年5月24日 在郭文貴的同意下 劉彥平一行四人持過境簽證 在郭文貴的紐約家與郭文貴談判 由於劉彥平等的簽證不容許從事政治活動 這件事引起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關注 當日下午5時 FBI在紐約賓州火車站向劉彥平等進行查問 起初劉彥平等聲稱是中共負責文化事務的外交官 此後劉彥平承認是中共國安部官員 FBI明確表示 談判有違他們簽證的性質 要求他們儘快離開美國 停止與郭文貴接觸 隨後劉彥平等前往華盛頓 FBI以為他們將會在日內離開美國 但兩天後5月26日晚劉彥平等非返中國之前 再次到郭文貴家繼續談判 在華盛頓 就是否逮捕劉彥平等白宮官員和美國的國務院 國防部和情報機關等召開了電話會議 美國國務院對行動有所保留 擔心逮捕劉彥平等將會導致在中國的美國官員受報復 會議期間有人提議再次檢查這些中共官員 令到他趕不上飛機以便扣留 但美國官員始終沒有達成公式 在當晚在紐約肯尼迪機場 FBI在扣留了劉彥平等的手機後 才准許他們登上飛機回到中國 劉彥平為何要在倫敦、紐約和郭文貴談判 起因是2015年1月16日 中共國安部副部長馬健因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馬健交代他收受了郭文貴數千萬元人民幣的賄賂 郭文貴的親屬和員工也被關押、審查 2017年1月起 郭文貴為了保命、保家、報仇 開始在美國大爆一些中共高官的貪腐猛料 這番的爆料在國內外引發了巨大反響 中共高層終於有人坐不住了 劉彥平就是奉中共高層官員之命 和郭文貴談判 目的是阻止郭文貴繼續爆料 和試圖把郭文貴農回國內 最終 劉彥平和郭文貴談判的錄音被放到互聯網上 成為轟動的國際新聞 2017年4月 中共通過國際刑警組織 對郭文貴發出全球紅色通緝令 郭文貴成了中共的通緝犯 紅色通緝令 是國際刑警組織成員要求成員國協助 政查犯罪時發放的7種要犯通報之一 屬於最高級別的緊急快速通報 中共和郭文貴談判的錄音 所透露的信息非被尋常 其一 一名副部級中共官員劉彥平親口承諾 送一名紅通要犯郭文貴的妻女出國 到美國與郭文貴團聚 這樣無疑是極其反常的事 其二 劉彥平承諾親自陪同國美 到香港辦理赴美的證件 作為國家安全部的紀委書記 劉彥平可以派一名手下陪郭美去香港 其三 2017年5月1日 中共兩名國安官員 護送一個紅通要犯的妻女順利抵達紐約 其四 劉彥平說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說了 要將郭文貴一分為二 劉彥平還稱讚郭文貴過去為國安部作出個重要貢獻 說只要郭文貴不再繼續爆料 郭文貴的問題可以通過民事的辦法解決 這不是同洪通令要刷拿的要反談判 而是在求郭文貴家醜不可外揚 其五 劉彥平反覆與郭文貴交涉 希望郭文貴停止爆料 比如2017年5月1日 劉彥平在電話中說 鑑於她正促成郭文貴與妻女團聚 希望郭文貴從5月3日起停止爆料 甚至提出 只要郭文貴不爆料 中共網絡水軍也會停止罵郭文貴 其六 在與郭文貴談判時 劉彥平突然大爆中共最高層黑幕 包括原中央辦公廳主任 令計劃陰謀散黨奪權 令計劃的妻子在民生銀行 直空響900萬元 令計劃的情婦到處都是 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時 管陸陰陸像的女人 為了玩一個空姐 令計劃不擇手段 原中共政治局委員薄熙來 做大連市長時玩女人 幫情婦出氣 薄熙來的妻子郭開來 在與英國商人海悟德 中國商人隨名等吸毒後就亂來 這不是中共國安部紀委書記 與一名洪通要犯在談判 而是與自家兄弟在談論高層秘密 其七 2017年1月16日至2月18日 劉彥平飛去倫敦 與飛去英國的郭文貴 舉行了第一次談判 中共國安部紀委書記 專程飛去第三國家 與一名被認為 與中共國安部副部長馬健 腐敗案有關的行會人舉行談判 阻止郭文貴爆料 其八 劉彥平等次商務簽證國境美國 確從事政治活動 還說謊是中共文化事務方面的外交官 最後竟然被FBI沒收手機 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 一個副部級中共高官 走去美國做違反美國法律的事 最後被驅逐出境 之後不可以入境美國 這也是極其反常的事 事出反常必有妖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 就必須要搞清楚劉彥平的後台 劉彥平是前中央政法委書記 孟建柱提拔重用的 而孟建柱是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前中共獨裁者江澤民提拔重用的 因此 劉彥平是孟、江和曾這邊的人 從錄音看 2013年至2017年 習近平發動了反腐打腐 查辦了440名副省軍級和中管幹部 其中大多數都是江澤民和曾慶紅提拔重用的 這5年被稱為江澤鬥 到2017年5月 劉彥平在港道另計劃的案件時說 江澤民同志真是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透露了劉彥平對江澤民的真實態度 郭文貴說劉彥平是江家、曾家和孟家最相信的人 來美國就是代表他的後台 孫力軍是2008年被孟建柱調到公安部 孫和劉都是孟建柱最重要的親信 孫是大臂 劉彥平是部長助理 兩個人是孟的左右手 劉彥平到美國和郭文貴談判 是奉了孟建柱的名 孫和郭說不見到你不死心 也是奉孟建柱的名 現在中共當局正在查孫力軍政治團伙 劉彥平很可能是這個團伙的成員之一 他們的後台都是江、曾和孟 從以上8個極其反射的情況看 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為了阻止郭文貴爆料 因為郭文貴掌握了江澤民、曾慶紅和孟建柱很多黑幕材料 郭文貴後來爆料說 孟建柱和江的兒子江綿衡有生死之交 這份交情是從孟幫江綿衡做換腎手術開始的 2004年至2008年 江綿衡做過5次換腎手術 殺了5個法輪功學員 由於每換一次臣就要殺死1個法輪功學員 這件事被列入國家最高機密 郭文貴還爆料說 孟建柱的媽媽也多次換腎 一度殺錯人 孟建柱的妻子也換過兩次腎 腎員由孫力軍從獄中找活人配對 之後殺人取器官 為了掩蓋真相 一些參與器官移籍的醫生和知情者被滅口 郭文貴了解活摘器官的黑幕 可能是孟建柱等最擔心和恐懼的事 這個或是孟建柱急於派孫和劉去美國 和郭文貴談判的真正原因 孫力軍等政法六府被拘捕 他們共同的後台老闆孟建柱 多次被媒體聚焦 政法第七府劉彥平被拘捕 孟建柱可能高危 如果孟建柱被拘捕 中共高層可能會有重大的連鎖反應發生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黃友群的文章在大紀元首發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到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